尊敬的諸位法師 諸位同修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 藉由這個機會 跟諸位同修 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在弟子歸方面的一些修學體會 剛好有我們同修寫的問題 我們做一下交流 第一個問題 男眾想邀請女眾照相 弟子歸有何規範 這個跟往生好像沒什麼關係 弟子歸從頭到尾講一個孝字 弟子歸從頭到尾也講一個禁字 對人的恭敬 我們所有處世代人能圓融 父母不擔心 所以弟子歸從頭到尾也講一個孝字 所以有孝心 有恭敬的心 要落實弟子歸就不難 而且孝敬的心是我們本有 那個要對自己要有信心 我們修行人也不能講 我的個性怎麼樣 我的個性怎麼樣 個性不是真正的我們 我們的本善裡面跟聖賢跟佛菩薩 是無惡無別 所以我們從心境上去學弟子歸 落實起來就不困難 是一個孝字 是一個恭敬 也是一個忍字 忍住煩惱 扶住煩惱 放下過去的錯誤的個性 修道人沒有個性可言 個性就是貪嗔吃慢 叫個性 修道人是勤修戒定慧 熄滅貪嗔吃 所以師長我記得我們2005年 1月1號 剛好到新加坡跟我們 新加坡的同修交流中國文化 師長見到我們 第一句話跟我們提到 學佛就要學釋迦牟尼佛 學乳就要學孔子 所以我們是學佛學乳 我們不是佛學乳學 學佛學乳啊 最重要的就是從純心上去契怒 所以純心上一定是不斷的 熄滅我們自己的貪嗔吃 然後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 一切言行跟佛菩薩跟聖賢人相不相應 所以佛菩薩的行使呢 是一切皆是孝敬的心 所以是禮敬諸佛 所以我們今天去邀請別人照相呢 要有禮敬的態度 但是我們想想喔 做任何事情啊 有沒有意義要先想 我們每天念著這個無常記喔 四日已過命意水減 如少水雨 師有何樂 大眾當情精進 這個精進就是跟了脫生死 跟往生無關的事就別幹啊 所以這個男眾去邀女眾照相 這個意義好像不大 真的照完相之後 那個照片怎麼處理還真麻煩 到時候照完洗出來 又被太太看到這個人是誰 那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很多事情啊 我們先想想有沒有意義 煩惱就不見了 有意義的事在做啊 那一天我們誤道法師跟大家 講解一段含茄吉 我們歐一大師的教會 那一段話呢 對我們的啟發太大了 我們要深深記在心上啊 所以諸位同學們 法會結束了 它是一個開始 而不是一個結束 讓我們把從每一個法師 教會當中啊 給我們的啟發 從此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落實下去 這才是真正的 對所有法師給我們的教會 那真正的供養 真正的回饋 而不是我們到法師面前 哎呀法師啊講的 你們講的太好了 那個更重要的 所以諸位法師啊 最歡喜見到的 還是我們依教奉行 佛菩薩最願意見到的 也是如此 所以諸位同學們 我們七天課程結束了 每一位法師的教會 還有多少印在我們的心上 所以誤道法師那一天提到的 真為生死 慈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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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必誤道 我們所有的規矩啊 都是真為生死做的 所以從這一段教會 真為生死淫福 我們做一切布施 一切服務大眾的事 通通不求來生福報 也不求子孫發達 都不求 只求了脫自己的生死 只求一心一意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這真為生死四個字 真留在我們的心中啊 這些問題不會問啊 佛陀說 細心一觸無事不辦 不管做任何事情 專注的就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就只為了這個目標啦 那一定成就 我們在家庭裡面 我們在工作 在處事當中 通通為了廣修供養 給世間人做好榜樣 都是為了敦倫敬奮 求生極樂 那每一天的生活啊 通通在積累往生的枝梁啊 那我們剛剛說到 這個男眾邀女眾造相 地止規有沒有規範 地止規啊是講 禮靜 禮貌 所以我們要去邀請別人 當然要對方同意 才可以造 好 那這個就是 禮者靜而依依 我們用恭敬的心啊 去請教別人 去邀請別人 而且 人不顯物視角 人家在忙的時候 就不要找人 找他去照相啊 做什麼事情 而且不認識的 找呢也不好 那不是很熟的 然後去找人家 人家 要拒絕也不是 這個就是腦害眾生 我們邀請他人做任何事啊 都要讓對方感覺很自然 很舒服 這就是一顆啊柔軟的心 好 第二個問題是 女眾不想 個別跟男眾造相如何 我們不要把事情呢 想得很複雜 就直接說 對不起 阿彌陀佛 這個跟往生無關 然後呢很恭敬 人跟人啊 不是言語在交流而已 最重要是心靜在交流 我們講這一段話說 你昨天沒聽課啊 真謂生死還照什麼像 那這個就跟他結怨了嘛 但是我們是藉由這個機會 廣修共養 真謂生死 我看就別照了吧 這個言語 宜無色柔無深很重要 好 第三 優婆色可否同優婆於搭兼照相 有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靜一下心來 感受 我們的敏銳度 感受能力就起來了 真的我們看那個動作 看起來不 不雅觀 不文雅 不端莊 我們看到那個走在路上 那個年輕男女也搭著邊間走路 喔他們不累我都替他們很累 那走起路來多不方便 而且我們要了解 我們為什麼出離不了六道輪迴啊 這個男女的情欲是個大障礙 人跟人 男女沒有接觸啊 都會生煩惱 跟何尚接觸的時候 還太過這種親密啊 那個對修道都是很大的障礙 所以我們學貴自知啊 修道人需要清楚了解自己的狀況 任何動作啊 任何動作啊會引起我們 這個貪嗔吃慢的 這些念頭的 儘量啊 儘量啊 持戒不要犯 不要做 這個戒是修一個親近的心 所以我們 像俗話講的 英雄難過 美人觀喔 但這個時代喔 已經沒有英雄了 英雄都難過美人觀呢 哪有可能 不是英雄還過得了 說實在的 這句話呢 經典也沒有啦 這句話誰說的呢 那個犯錯的人找借口說的啦 自己都犯錯了 還封自己一個英雄的名號 所以這個叫唐衍氏 真一姑 講這句話的人喔 國報要負很大的責任 所以這個唐衍氏啊 這個是我們要時時關照到 不能找借口 確實啊 不能不謹慎啊 我們看到唐朝的 唐玄宗 唐玄宗幫孝君下注解啊 寫得很好啊 也是很有德行啊 唐玄宗還沒遇到楊貴妃以前啊 那治理國家是 開源之治呢 是盛世呢 當然 在那個時候啊 他旁邊啊 有好的大臣 這個 有張九玲啊 有韓修啊 兩個大臣輔助他 所以這個唐玄宗當初還沒遇到楊貴妃治國很精進啊 這個韓修啊 時時都會指出他的缺點來 唐玄宗 唐玄宗也很有雅量啊 接受他的勸諱 但是說實在的 聽完勸諱之後 還是很難受 直接批他 他還是很難受 但是他點點頭 也不敢生氣 很有修養 結果大臣就 進禪眼啊 皇帝啊 那個韓修對你講話這麼苛刻 你怎麼對他這麼有禮貌 還這麼客氣 接著唐玄宗講 這個韓修講的話呢 真正利益人名啊 雖然我聽他的話 可能三天吃不下飯呢 我的 這個體重都下降了 但是啊 瘦了我一人啊 肥了天下人啊 值得啊 你看唐玄宗為了聽這些職劍啊 這些好的言語咧 他自己承受那個 直見的那個 難受 當然喔 假如學過弟子規就不難受了 弟子規講的 文欲口 文過心啊 不只不會難受還高興 我們 上一次有提到 大禹為什麼是聖人 他文善言而敗 人家指出他的缺點啊 他給他鼎禮道謝 指路是賢人 文過而喜 人家指出他的過失呢 他很高興道謝 但是我們這裡要再往深處去探啊 為什麼大禹為什麼指路 能文過而喜 為什麼我們不能文過而喜 心境啊 心境啊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啊 慈悲心 因為大禹想著 假如我有過失 我所影響的是整國的人民啊 他來是要造福人民啊 不是來 障礙人民的 所以他那顆為人民奉獻的心啊 讓他做任何事情 戰戰兢兢 深怕自己沒做好 有人能提出他的缺點 讓他能把 服務眾生的事辦得更好 他歡喜啊 他感恩啊 所以真的我們修學啊 最根本的還是慈悲心 慈悲為本 今天這些聖哲人 當他們被叫君王 當他們被叫老師的時候 他們深怕 對不起啊 別人對他們的恭敬啊 所以這一份 慈悲的動力啊 督促他們每天要 得日盡 過日少 所以我們今天 對自自己的習氣 假如悠悠放任 那就要再回到根本上 我們立重的心啊 不夠深切 我們今天假如早一天成就 很可能許多有緣眾生啊 就不會墮落了 他們跟我們是一體啊 我們不忍心啊 看他墮落下去 就時時啊 抱持著眾生無邊 誓願度的心境 相信這樣的心量啊 對自我們的習氣啊 不困難 因為當悲心起來 忘心就不復存在了 聖狂之分 在乎一念之間而已 下次他人指出我們缺頂了 我們歡喜 我們感謝 後來呢 韓修啊 老了 韓修死了 有兩個大臣呢 一個叫張九陵 一個叫韓修啊 這兩個大臣是最好的大臣 一個老了一個死了 沒有辦法幫助他 結果又出現楊貴妃來了 從此君王 不找朝啊 荒廢朝政啊 所以當時候的讀書人感嘆啊 因為當初韓修在的時候啊 這個唐玄宗啊 只要貪玩樂的事情 他邊做很有意思 做了一下突然說 韓修知不知道我在玩啊 他話問完沒多久喔 馬上就會聽到 太監說爆 韓修的皺褶來了 開始批評他 所以他被韓修批評到 只要玩樂馬上就想到韓修了 就想到韓修知不知道 我們身旁有沒有這麼好的善知識 我們在浪費時光的時候呢 馬上說他知不知道 他一知道了又會來批評我 有這樣的朋友啊 是我們人生的大福啊 可是往往這麼好的朋友喔 我們都 離得遠遠的 反而會巴結慘媚我們的人喔 我們最喜歡跟他們講話 這個都是很值得我們 從歷史當中啊 觀照自己的心境心態 好 所以福在受賤 人生最大的福呢 能面對善友善知識的賤聯 我們能歡喜的去領受 而且更重要的領受完之後呢 要後不再照 要依教奉行 所以當初楊貴妃出來的時候啊 整個朝廷很感嘆 久靈已老寒羞死 明朝不復見書來 再也沒有這個忠誠的勸戒 到朝廷來了 所以唐玄宗的德行啊 算是相當不錯的 都抵不過這個女色這一關啊 所以我們男眾更應該啊 在修行當中要更注重 這個男女的分寸啊 再來啊 唐玄宗跟楊貴妃這一段呢 對我們女眾啊 也要好好的有啟發 你看寫著 在天願為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禮之 這樣的話呢 女眾召架不召架的了 這個時候要突然想到 師父的一句話 師父的一句話 佛菩薩有真感情啊 眾生都是什麼 虚情假意啊 這句話要會聽喔 誰虚情假意啊 我們一聽完 眾生都虚情假意 比半天喔 都比別人 沒比自己 其實說實在的 當我們這麼一比喔 一隻手指頭對別人 幾隻手指頭對自己啊 四隻手指頭對自己啊 所以這個楊貴妃喔 沒學弟子鬼啊 也不能怪他 他沒有辦法判斷 一個男人 面對自己祖宗遺留下來的基業 不能盡心盡力 他已經沒有笑到啦 沒有笑到哪來的愛心啊 笑替野者其為人之本魚啊 這學弟子鬼喔 判斷婚姻大事 判斷朋友 判斷事業的合作夥伴 判斷 可以找到 同生極樂果的 這些同修們 都可以從啊 笑到從地子鬼來判斷 所以楊貴妃他也沒有判斷 唐玄宗對他的愛是真的嗎 所以 後來後人啊寫了一段話呢 很感嘆 說到呢 空益藏身殿上猛 就想到啊 他們在藏身殿上不是在那裡 在天願為比翼鳥嗎 空益藏身殿上猛 江山秦仲美人親啊 就是後來逃難的時候啊 軍隊不願意走啦 說這個 只要楊貴妃不死 我們不走 所以整個軍隊通通都停下來了 江山重要還是美人重要啊 江山秦仲美人親啊 這個時候唐玄宗頭低低的一句話都沒講 是華青池水馬為土 在華青池幫楊貴妃洗澡的是唐玄宗 親手把楊貴妃害死在馬為波 用黃土把它埋掉的也是唐玄宗 華青池水馬為土 喜玉埋香總一人 那有真感情嗎 假的啊 關鍵時起 這個愛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啊 所以當初假如唐玄宗說 說這一件事情不是楊貴妃的錯 是我的錯 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啊 諸位同修 假如當初唐玄宗是這麼樣 提起一種氣概啊 一種理智 一種反省 歷史會改寫啊 很可能楊貴妃就很感動 之後也會轉惡為善 大家的表情好像不太相信 精誠所至啊 但是這個時候親手把楊貴妃給埋掉了 好 我殘綿匪測的兩個人的關係 下輩子還是來討債啦 所以啊我們沒有真感情 沒有真智慧啊 每天都在跟人家結 結二緣啊 你看這麼好的感情的緣 到最後還是這樣收場 所以真正啊 夫妻有這個姻緣啊 男女有這個好的姻緣啊 善緣 一定都要倒歸極樂 一定都要解法緣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下一個問題 有一個三歲的小外孫 在兩歲時就曾教他背弟子歸總訓 但我探親結束後返回大陸 今年再來悉尼時 他已經不會背弟子歸了 你看喔 我們覺得學弟子歸 什麼叫學弟子歸 這一段話就有執著在背喔 他不會背啦 背不是真學啊 要做才是真學啊 誰做 教育的教字呢 小傳的字給我們講得太清楚了 左邊兩個叉 下面一個孩子 右邊一隻手拿著一隻樹枝 這個交字喔沒有嘴巴啦 不是叫小孩做的 是我們做給小孩看的 所以那兩個叉呢 第一個叉就是父母老師 做出榜樣來 下面一個叉就是小孩模仿 這個是教育啊 很多家長 跟我們交流一些教育的問題 假如我們學習弟子歸 要把它轉成我們的家風家道 我們的意念沒有回到自己先做呢 這個問題無解 我們不先要求自己轉啊 那叫心外求法 我們一切的親朋好友啊 是我們的一抱 是我們的人事環境一抱 一抱隨著正抱轉 我們的心境真的轉啊 我們的心境真的轉啊 一抱就會轉 我們一學的時候不是先改變自己 而是先要求別人 而是先看別人的過失 我們的心已經不平了 心已經不靜了 邊給孩子講邊給孫子講的時候 還很急躁還皺著眉頭 他感覺到我們那種控制 那種佔友啊 所以下次要找 我們要找他談的時候 他馬上 奶奶我要上廁所 他就走啦 媽我還有事啊 我工作很忙啊 所以要先從自己開始做起 很多家長都聽課聽完啊 那很急促的來 蔡老師啊 您多講一些齁 什麼方法可以 一下就讓我的孩子變乖的方法 那個技巧齁 那個方法一定要告訴我們 你看 心態啊 要關照 孩子 行為的偏頗啊 那都是三年五年 甚至更久的時間啊 有沒有可能說 用一個方法 馬上讓他的整個人生態度 完全轉過來 那個我們這個心啊 是貪心喔 貪快 貪好 我們沒有反求諸己說 原來都是我這三五年啊 在教孩子的觀念當中偏頗 所以我要趕快先修我自己 我們能回到先修自己的身啊 那個心才平得下來 都是要求他人啊 那個心都是浮躁的 都是定不下來 定不下來啊 一定生煩惱 所以閩南話說 吃快就都破 就是這個道理啊 孔夫子也說 勿欲術 勿見小力 欲術則不打 這個都會給我們很好的喜思啊 所以做任何事情啊 我們求的是呢 瓜屬蒂落 水到渠成 水到渠成 什麼是水到渠成 以身作者 水到渠成 從自己呢 這個震暴 從自己開始轉變起 一暴自自然然就轉 所以今天只要 身旁的親朋好友 沒什麼轉變 一定是我們的問題 要用一定喔 不能用說不定喔 用說不定就有僥倖 任何僥倖的心態 就不是真心了 就不是真正的反省 所以整個醍醐啊 不能摻雜這些雜質 毒藥進去 要真正 反省自己 從我們自己啊 身上找答案 所以有一位女士 她是在烏魯木齊 她的學歷挺高的 她的先生也很有成就 她先生底下的員工啊 有幾千人 她覺得 先生對她不夠尊重 好 各位同修 我們起一個念頭說 別人不尊重我們 這個念頭對不對 這個念頭就是心外求法 自敬而後人敬啊 我們自己尊敬自己的 人家才會尊敬我們 敬人 敬人 人恨敬之啊 我們能真心 恭敬別人 自然人家就尊敬我們 修道人啊 對任何一個人沒有要求 只有要求自己 這個才是內學啊 所以我們起個念頭 別人不尊重我們 那我們就沒有行有不得 反求足跡啊 結果呢 先生他覺得不尊重他呢 他又順著自己的意思啊 去理解為什麼先生不尊重 所以真的啊 要隨順聖賢教課啊 不能隨順自己的想法 他又想啊 因為是先生 覺得呢 他的工作能力不夠好 賺的錢不夠多 所以他就要跟先生比賺錢 所以都對 先生不了解都錯解 誤會 所以自己跑到深圳呢 去找工作 也找到不錯的工作啊 一個月收入超過一萬塊錢 也是很高的收入 也是白領階級啊 其實說實在的 先生是不是因為他賺錢少 不恭敬他啊 最主要的 很可能是先生工作 這麼繁忙 回到家裡呢 家裡也沒安頓好 婆媳之心的事 還讓他生煩惱 孩子的教育讓他不安心 所以他心裡煩躁嘛 他不是真正對你不恭敬嗎 假如家裡通通 讓他沒有後顧之憂啦 先生生歡喜心 生感恩心嘛 所以錯解之後啊 又去工作 家裡越搞越糟 有一天半夜一兩點 他的父親呢 打了一通電話給他 然後接幾電話來呢 他父親講 他說女兒啊 我不管你現在呢 是賺一萬還是賺十萬 我不管 你賺再多的錢 假如把你的孩子給毀了 一點意義都沒有 說著說著就說到了 因為電話聲當中啊 傳來哭鬧聲 他的父親跟他講 你的小孩啊 從九點多十點左右啊 吵著要看電視 我叫他去睡覺 他不肯 哭到現在半夜一兩點 還在哭 這樣的孩子我沒有辦法教 你自己看著辦 所以這一位女士啊 放下電話隔天就辭職了 所以這個母愛啊 還是非常非常有力量 她回來之後就 用心的開始教她的孩子 人生的因緣啊 都是我們自己的心感應來的 煩惱啊 就感應來業障 對孩子無私的愛心 對眾生的怨心 就感來好的善緣 他這一份要把孩子交好的心啊 很快的他就跟弟子歸的緣接上來 所以又聽了 我們一些老師們講的課 開始反省自己 所以婆媳關係本來不是很好 就開始每天親手啊 打豆漿給她婆婆喝 做早餐給她婆婆喝 第一天第二天沒什麼反應 做了半個月一個月下來 誰會不感動啊 誰會不感動啊 所以這個婆婆呢就 越來越歡喜 覺得這媳婦啊很 很有孝心 有一天走在路上呢 剛好回來的時候呢 碰到我媳婦了 這個婆婆呢手上提了一些菜 然後呢就一時間的情緒也很 很感動 就把這個菜放下呢 就抱住自己的媳婦 然後對她媳婦講 哎呀你跟我年輕的時候啊 真相 好強啊 不服輸啊 但是心地很好啦 哇你看那個婆媳之間喔 都躺開新聞來 來談話了 那很愉快 完全就是自己的女兒一樣 她的婆婆打電話給她兒子 還會給她兒子交代喔 說你可不能欺負我家媳婦喔 你看這個兒子聽到這段話呢 多安心啊 婆媳關係很好 所以她先生的事業你看 因為她放下了 回來照顧家庭了 她的先生沒有後顧之憂 那事業如日中天 哇那發展得很好啊 結果後來先生回來呢 就有點啊 在工作上啊 有一些無奈 因為年輕又發展得好啊 季度就很多 所以她先生就生煩惱 她學了中國文化呢 當她先生在那裡講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她想都沒想啊 直接講了一個字 讓 把功勞要讓出去 你的忌妒障礙就少了 喔她先生一聽到這句話呢 嫩了一下 你一個小女子怎麼懂這麼多 呵呵 你看古聖先生這些教會啊 都能解決人生的這些煩惱 我們讓功於眾 大家都歡喜啊 把事情做好了都往自己身上攘 那沒嫉妒障礙才怪呢 所以她回來之後呢 對她先生也很用心很照顧 好 精神所至啊 精神為開啦 所以大家在做的時候啊 是真正發自內心啊 去敦輪敬分 去付出 在做的當下呢 絕對不是說 欸 我先生有沒有看到我在做 刻意做給人看喔 人家會感覺到不真誠 所以有一個太太呢 聽完課之後也很勇猛精進啊 回去真的很努力幹 啊 在那裡拖地啦 做菜了都加菜了 做了一個禮拜呢 這個心快扶不住了 怎麼連一點讚叹都沒有 所以呢 到了第七天呢 自己在那拖地的時候 先生繼續 坐在她暖暖的沙發上 在那裡看報紙 一動也不動 這太太終於忍不住了 把這個拖把一丟 我做了那麼多你都沒看到嗎 她先生挺有修養的 慢慢把報紙放下 然後對她說 你不是學弟子規的嗎 怎麼樣 忍不住了吧 因為我們做的時候 不是打從內心的去付出 所以越刻意做 人家就越刻意不看 所以一切都要從真實心中做啦 所以有一個先生呢 他聽了這個幸福人生講座之後呢 他說 喔 蔡老師講 好話一句 做牛做馬都願意 所以呢 有一天他太太在那裡煮菜 忙得很 他就在這個廚房的門口說 太太你好辛苦喔 然後他太太說 知道辛苦了 那就趕快進來幫忙吧 然後這個先生說 蔡老師說 做牛做馬都願意啊 沒有說叫我進來幹活啊 這個都是自私自熱的心在做啊 這不行啦 打從內心看到太太的辛苦 那這個彼此這種心境啊 就傳遞了 任何事情啊 就是夫妻相互的幫忙協助啊 這個時候就二人同心齊力斷筋啊 好 所以他 付出啊 一段時間之後 有一天半夜 突然 覺得呢 欸 先生好像 不知道怎麼了 他就張開眼睛了 他的先生呢 半夜睡不著啊 坐起來 結果 他說你怎麼了 他先生講 你每一天喔 幫我留的那一盞燈喔 我都看到了 你有時候留的這些宵夜喔 怕我肚子餓我都感受到 所以他先生是因為他做的這段時間 太感動了喔 想的睡不著覺啊 坐起來 所以時間有限喔 這個故事就講到這裡了 所以他之後呢 他在工作當中 一上台啊 都是恭恭敬敬給底下鞠躬 他所有的員工都嫩住了 敬人者 人恨敬子 以至於他到海外啊 去跟這些外國的 友人啊 做報告 他一上去也是恭恭敬敬給大家鞠躬 那外國人他下台的時候呢 跟他講 你是真正的中國人啊 一言一行啊 都是在弘揚我們的文化 我們沒有依照這些 教誨這些禮儀去做啊 我們是變成破壞我們自己民主的形象 好 所以我們要能讓一切人生歡喜 最重要的先從自己做起 正己自自然而能感化他人 好 很多我們親朋還有對我們的埋怨呢 都來自於啊 我們不先要求自己先要求他們 所以他們的內心呢 明明知道我們說的也是對的 但心裡不符 你都沒做到還講我 好 所以就有怨 怎麼去怨 都要求自己的人啊 沒有怨 人家對他沒有怨 所以師父在一把扇子當中寫道啊 聖人常受天下之責 而無責任之心 而無責任之心 卻沒有責任他人的心 是以終無怨啊 所以他的一生沒有人懷怨他 他的一生 深深深世世世代代的子孫呢 都懷念他 都緬懷他的德行 所以沒有人罵姚順 只有佩服他 因為姚順治國的時候 任何人民的事 他都是覺得是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諸位同修們 我們惜不希望啊 我們的人生是 無怨無悔的人生 好 不只自己無怨無悔喔 讓我們一切親人啊 對我們也無怨無悔 這樣的人生痛不痛快啊 痛快啊 我們往這個方向去走 就是 反求自己 好 其實在推廣中國文化當中啊 我們前幾天的課程啊 跟大家有分享到 確確實實啊 我們在家裡呢 敬好先生的本分 敬好太太的本分 敬好為人父母的本分 敬好兄弟的本分 為人子女的本分 到公司裡 敬好我們為人同仁的本分 已經在弘揚中國文化了 因為我們敬本分當中啊 我們對弟子規 對佛法的體會就越深 越深啊 都是自自然然感悟到的 就流露出來跟人家一起交流了 真感情好文章啊 就能感動別人 所以很多人說啊 我很想做啊 怎麼做 從當下自己的每一個角色先盡力做好 那一般我們都不是先從修身自己修身做起 我們一聽到啊這麼好 馬上想我要去找縣長 我要去找市長 我要去找哪個大官 當我們去找這一些大官的時候 他對我們佩服嗎 他從我們身上感悟到了 弟子規佛法的好了嗎 唯有他從我們身上真正感悟到 道德學問的重要 他才會去推展 聖教啊 所以還是皆以我們自己的修身為本 人對我們有信任 我們講的話 他才聽得進去 這個叫知所先後 勸戒別人 跟別人分享啊 有一個基礎 就是一定要取得人的信任 好 那這個信任就看我們 落實的程度到哪裡 落實的越好呢 人家對我們的信任就越高 人家願意聽我們的話的語言就越成熟 好 這一位同修又提到 我如沒有再叫他 有人說孩子太小 不要太早教他 要發展到四歲以後再教 這個說法 不是真理 現在這個時代 知識爆炸 人云亦云 現在人講話都不負責任的 都沒有對照講出來的話跟真理相不相言 但是現在言論自由也怪不得人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判斷力 真理才聽 所以真理是甚麼 教育從哪裡開始 不只從胎教啊 還沒懷孕就決定了 孔老夫子的外公 找女婿的時候怎麼找 找看看這個家族 祖宗有沒有基德啊 所以孩子能不能家好 一開始我們有沒有德行 敢應來好的子孫 這就已經決定了 敢來是來報恩的 敢來是來為往聖祭絕學的 他的根基就很好 所以我常因為我們中心很多老師啊 他們還沒結婚的 或者已經結婚還沒生孩子的 我都跟他們講 說要生就要生再來人啊 不然就不要在那裡找麻煩 閩南話說 閩南話說 別嚇過啦 所以那個要很堅定的信念 就是為往聖祭絕學的 就能敢來這種好的子孫 至於怎麼樣敢來好子孫 請看映光大師文操精華錄 裡面有對呀 這個求孩子呢有很好的開示 包含了保生結育 以賠先天 這一些還有胎教 還有小時候的教育 三歲看八十啦 所以從懷孕到三歲以前 那個是教育的關鍵 這個時候最重要的 父母做榜樣給孩子看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到馬來西亞去呢 遇到了孔老夫子的後代 夫子的後代 這位老師說到 他說他沒讀過弟子規 大家不要聽到這裡 啊沒讀過 接著聽下面的重點 雖然我沒讀過 但是當我把弟子規看一遍的時候 這每一句啊 我都想起我小時候的情景 他一看到了 至官府有定位 爸爸媽媽就是這麼做的 他一看到或飲食或坐走 長者先幼者後 他馬上都想到 父母的表演情境 所以弟子規真的是家教 是父母做給小孩看的 所以他雖然沒讀過弟子規 他已經學過弟子規了 他還提到啊 說他稱呼自己的父母 絕對不可能用 你怎麼樣他怎麼樣 都是父親大人 母親大人非常的恭敬 好 所以這個不會太早 三歲以前胎教都是關鍵 好 所以有一個孩子 兩歲 剛好 我們一位老師 去他們家做家訪 他的哥哥啊 是這一位老師的學生 所以這個孩子 跟著父母啊 跟著哥哥啊 四個人呢 陪老師呢 在客廳做 結果媽媽呢 就把葡萄端出來 一盤葡萄 那個葡萄啊 水分很多很甜 看起來很甜 這個小孩 拿著葡萄 第一個呢 第一個呢 就拿給 這一位老師吃 你看他才兩歲喔 他知道先給客人吃 好 拿給客人完之後呢 這個孩子又拿著葡萄啊 去給爸爸 去給媽媽吃 接著他又拿著葡萄啊 去給哥哥吃 當他要拿給哥哥的時候 他那個口水太多了 已經滴下來啊 滴到自己的手臂上 他還是拿給哥哥吃 最後才給自己吃 不得了啊 一個兩歲的孩子 你看他那種 節制欲望的能力有多高 那為什麼他能節制欲望 他有孝涕的心啊 所以他先想父母 先想兄弟啊 他去公司工作 他一定效忠 領導 他一定啊 有愛同仁 家庭教育 決定了一個人 往後事業的成就 也決定了往後一個人 道業學業的成就 因為對父母孝敬們 對兄弟有愛的人 對老師一定是孝敬 對於同餐道友 絕對是盡心定力有愛 因為兄道友 弟道功 兄弟牧母孝在中 他體會到啊 老師最歡喜的 師父最歡喜的 看我們同修之間啊 互相扶持勇猛精進 所以啊 這個入則孝出則地啊 確實是人生的大根大本 我們要有這個信心 好那今天呢就跟 諸位法師諸位同修呢 學習到交流到這裡 有講的不圓滿 不對的地方 還請諸位法師諸位同修 批評指正 阿彌陀佛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